这盘棋讲解是名师出高徒 2023年的陈仓碑 这是第九轮比赛 红方是陕西省冠军李晓东 黑方是连续五次天津市冠军 上陪峰 他跟孟晨学过棋 在全国各日赛2014年的比赛中 夺得了一组第一的好成绩 这么看一下 本局是中炮对战屏风马 红方采取的是过河鞠 对方腰队 那红方不肯 走成了五六炮 这样就稳扎稳打 黑方鞠齐和到拔锤扬柳 先吃一个再说 那么红方守住兵线 黑方是先捕士 然后打鞠反击 平鞠以后 他是要进鞠吃炮 到这的话 就是利用你一个推炮之后再抓马 阵型不够协调 黑方的话飞向 这个棋也是一贯很大 就说你现在吃我炮 我这边担子炮 吃马的话我就上去了 那红方现在敢不敢吃呢 看住以后 看似进鞠可以吃马 其实呢 这个棋啊 看住也行 退回就消极了 但是本局啊 我们要讲的是 气子攻杀 这个棋给你吃 你不吃他浸泡 一看还打着鞠 那你将前攻进气啊 人家吃了你一个兵 这边再吃你一个兵 将来还要采炮吃马 所以这样肯定不行啊 走到这儿 也只好霸王一上攻了 吃完之后 他采掉啊 到底是一样 你现在马还是不能走 走的话 这边啊 采掉这个兵 抓着炮啊 将来打着马不说 关键还打着鞠 所以这个棋确实很痛苦呀 那么可见啊 这个点局进去啊 就是用骗招 黑方应对得当的话 只要下出气子攻杀 那这个棋就相当厉害 所以呢 这只是一个障眼法 出现者不要害怕 高手呢 应该说是不怕的 所以红方临场的话 他不是 这样的话 也是用选择啊 但是本局的话 我们可以介绍一路呀 更厉害的招法 就是采鞠啊 那么对方的话就只有退啊 这现兵之后呀 吃掉啊 这边可以推炮打鞠 他肯定要对鞠解围 对完之后呢 这边打 对方闪开之后呀 就可以把这个鞠杀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 红方呀 右鞠左翼啊 攻击对方空隙底线 应该来说呀 比较积极 实际的话 他没有选择马三进武 而是走了一招捕适 希望呢 稳扎稳打 那么 黑方这时候 退了一步啊 避开你马三进武的先手 这儿的话 这个鞠 红方飞了个象 他的意思是要上马 又怕对方把象吃掉 那么这儿 黑方就抢先上马了 所以红方就先捉一下 对方进来之后呢 本来想上马 他担心人家这个 踩中兵啊 踩着就把炮给卸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很尴尬了啊 红方敢于上马 就是有个炮掩护 人家把你炮裁了之后呢 你没架子 将来这个棋没跟啊 容易被他欺负 这边呢 还盯着马 所以呢 很不利 红方决定先上马 用炮看着中兵再说 稳扎稳打 黑方呢 这时候一般都是走 平炮对军的 但是的话 这个棋 黑方呢 轻炮啊 他也是用挑衅 将来比方说 这个军闪开之后 就可以走足三经营打军 现在不走的话 他还有这个足五经营啊 打军硬往过冲手段 所以临场的话 红方呀 赶快就进军去抓 黑方的话 他是简单无好彩的 你要敢吃的话 跳一将啊 这边形成反击手段 这个棋 也能下 只是说感觉亏 毕竟呢 黑方多两个足呀 这边还要受攻 他不愿意 吃掉比较稳健啊 然后呢 黑方是跑进了一步 红方到这的话 选择上马 这时候已经亏两个兵了 黑方啊 凭炮的狙扣住 还想打死狙 红方一看那不行 赶快逃 然后呢 这个棋啊 黑方平狙过来 他的目的是想找机会啊 进足帮马 活通 你还不能踩 一踩他平狙把你抓死 啊 这个棋走的确实很气人啊 红方 那正常也只有把狙扣退回来 再说了啊 走这个 炮的平狙 啊 想急于反击啊 这点 这点 着急了 给了对方平狙 吃马机会 红方虽然看住啊 黑方一打狙 现在平炮一队啊 他多足 还吃着马 所以这个棋啊 红方就非常尴尬了 因为你这个马再退的话 吃双啊 所以到这儿不好下了 那怎么办呢 红方也就只好呀 把对方马给打了 希望呢 这边可以牵住他 但是这个棋的话 黑方走的一个 比他更狠的招法 把马给砍了 现在 你是让他脱根 他强行的 吃掉你的马啊 撤你鞠 红方不得不吃啊 不然的话你就狮子了 吃完之后啊 他这里顺利脱身啊 那么你这里啊 吃 他就失掉了 最终形成了一个 黑方多足的局势 更关键的是 红方这匹马 他上不去 这是啊 非常尴尬一件事情 你总不能为了上马 再送个冰给他吃吧 所以到这儿的话 红方啊 似乎最积极招法 就是先回马 然后上马去踩足啊 这样的话比较好 那么走 进居的话 看着厉害 黑方呢 先保一个啊 对方的话一吃 妄图牵制对方的局 不能动 人家直接选择啊 气掉底势了 他就是算准了 你这个马上不去啊 欺负你 红方一退 黑方一压 红方在退啊 黑方走的是 只管抢兵啊 那他连这个势都不落啊 到这儿看你是吃足 还是底线将颇势的问题 如果要吃足 你马上不去 对杀起来 他拘炮三足啊 这个气 红方也是比较笨 他决定放手一搏啊 底线下去 将军啊 随时把势给抢掉 这儿攻击马上不去啊 红方就想上马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 浸泡 他是要打向 这儿肯定要落回 不让吃啊 再继续抓 这个马等于摆上了 还得退回 然后呢 中间啊 吃兵 非常稳健了 红方也是没办法 只能够是拔剑迎敌 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吧 吃完之后 再把这个势抓掉 到这儿的话 这个气对方呢 就先下去了一步 他是为将来推炮做准备啊 你抓 他这里可以推到下二线 因为你不能长爪呀 抓这个炮的目的 主要是为以后上马 做准备啊 现在黑方他多足 最当务之急 红方得先把足吃 差不多了 只要能吃掉 对方两个足啊 那就有机会 但是的话 这个气啊 黑方他平炮 红方不吃也不行 他这边有一个过期足 这个狙被挡着过不去 他就吃炮过去 那黑方推炮 是不跟他纠缠 到这儿他已经生根啊 平狙压入炮以后 黑方这个足就平 那么现在这个鞋 他中足再过来就危险了 红方呢 退去就跟着不让 黑方呢 强行就过啊 怎么过呢 他调狙过来吃马 你总不能说不要马吧 那将来这个狙炮 双足就够赢了 所以必须上马 这样黑方顺势啊 小足就过来 这两个足联手之后啊 红方啊 想通过对方缺失手段 攻击对方 就很难了 因为这个马始终上不去啊 黑方这个控盘 控得很好 这二红方就 盯住黑方炮吧 然后他就锁住马 红方冲兵啊 到这也是无奈了 现在人家要破相吃马 只能退啊 然后呢 这里吃狙 把对方狙位的感叉之后啊 平足过来 那么这儿就 过边兵啊 没骑走 这个足过来之后呀 到这儿 他想干什么呢 就是说我再平一步啊 这个足再过来 再过来 要把马困死 红方呢 他走了一个落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现在平足过来 我就杀炮一僵 啊 你想将军吃我狙来不及 我这一将军先手呀 所以 这个棋啊 黑方也就不纠缠了 他这个足不过就不过吧 这个棋反正狙困了 就马上不去啊 他这两个足下来 也够赢了 到这儿啊 红方就捕食不给他下 黑方的话 这个棋就点狙 卡住马 红方狙退回来 黑方就平炮 到这儿的话 你要是再去跟炮 这足就过来了 所以他只能先跟着这个足 不让过 落势啊 这样这个炮张起来了 所以到这儿呀 这双拳难敌四手呀 确实是挡不住啊 然后的话 这席红方下兵 试图啊 这个居兵偷袭 但是这个兵太慢了 杯水车薪呀 黑方就开始了进攻 不像肯定拱像不行呀 不着实着 鞠过来 马上就有出问题 那只能啊 不幼势了 但是这个鞠仍然过来 这个时候 你如果平鞠过来啊 将军换掉之后 这个足过来 马上不去啊 这鞠还是要等着输 没有办法呀 红方呢 这个棋就就出来 那黑方杀一将 上来 这一平炮之后 平足杀 必须要跟后炮 这儿的话 他看住 一要将 一砍炮也是输 所以的话 红方决定逃跑 黑方的平足追杀 将军进来 再将 落势 杀将 上来 这儿直接充足就可以啊 大方中炮 其实就想将军抽军 红方一看 我得躲呀 黑方的小足一冲 到这儿的话 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棋 你吃了也没用呀 他现在这个足以下 下一步进足杀棋 你必须得跟住 想去换掉人家 但是人家一将 就去给抽了 所以这个棋 就不得不认输 到这儿的话 上赔风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 炸蛇快逃 2023年的四番棋约战 这是第二局 红方赵伟 黑方是金松 开局是当头炮 对战骑马 那么红方走 视角炮 他的目的是 快速出动左边大子 黑方还不敢压 因为你压准没有用呀 人家出去抓炮是先手呀 所以呢 黑方决定走一个猎手炮 这儿也是骗红方过去啊 你过去他打一枪给你吃掉了 你还丢个中兵 所以红方正常上马 准备出局牵制他 黑方到这儿 要抢出这个局 所以红方呢先出来 接下来黑方仅棋足 红方呢 棋盒非常积极啊 要抓他的阻止 对方是不让他 这个局长起来 准备绕道过来 点他的马 那么对方就对 双方形成转换 局一平四 继续贯彻这招起 眼看这个马要射攻 这儿的话 他先上另外一个马 红方还不着急 因为你进局 他一吃可以砍住 所以先挺兵 把马制住是关键 黑方呢 不是想把局换掉 红方这个时候赶快点进去 黑方就心炮 这儿呢 找机会是要打中兵 红方呢 就捉一下 黑方的这个棋啊 如果看住 也可以 他显得比较笨 就退回了 这样红方呢 撤一个 黑方的话就掌局 这样的话 红方他进炮 拦住 黑方这个棋啊 选择的是上马抓局 意思是用炮 看住相 抓一步 那这儿退回 这个局平一步 接下来就上来了 所以红方这个棋啊 把对方逼退之后呢 选择炮五退一 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补个式 比较稳妥 如果你直接打会怎么样呢 对方有一个上马 你吃一个 他踩一个 这马就上来了 你不吃的话 推 人家上马给你对 对完之后的话 现在这个棋 马还是踩着炮 所以黑方这个棋啊 可以反夺主动 那先补式的意思就在于呢 我这边啊 把阵型走好 就强行用中炮 打出去啊 就吃你完了 所以这路棋啊 把中路步枪啊 进攻 打通对方的主人线 红方将多兵将优 走炮推的话 他想调行 黑方的话就 跑八进二 红方补向 黑方走的是进去吃马 等红方去看的时候 黑方跑八分棋 有一个打兵打局手段 所以红方局到这儿 还容易受攻 他就让开了 那么这儿打掉 红方这个棋呢 选择的招法是 炮 甩开 那么这儿找机会上马之后 可以攻击黑方的三路线 看着好像很厉害 但是呢 正所谓兵会神速啊 黑方一拆炮 就守住了 这儿的话 红方还是要上 冲兵 对方的话 马路进武 把一个弱马 调整到一个很有力的点位 用炮看住马之后 防住了冰淇淋 然后这个马又防住了 对方炮去打 所以暂时是没有用处的 那么这边的话 人家还有打相 吃马的可能性 所以红方决定先守住 黑方的话 这个时候就退局 抓一下 这儿红方这个棋 如果跳进去 那就是一个交换 没有用处的 他直接踩中足 意思呢 还是贯彻之前的 打通足针线 黑方就吃掉了 红方吃完之后啊 黑方他的居位置变好了 这样的话就杀一下炮 红方捕食之后呢 刚好就杀过来 那看样子这个棋啊 似乎应该不幼时了 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受攻 然后的话就底线将军 退回遍岸招法 因为你落实吃双呀 这样的话 这个棋吃 意思是打相吃马 这儿他下底炮 有一个吃中马的棋 所以你想多吃这个相 还顾不上 正常也就退回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走炮八推二 前来非有平炮 打门攻打狙 再打相啊 这个棋丢个相都无所谓的 他选择回马 这样就把先手交给了黑方 那这个狙炮底线就非常厉害了 红方呢先掌炮 准备压中炮反击 黑方来了一招 炮其平二 这三子一归边呀 就非常厉害了 即便你去挡 那这棋啊 下几炮之后 平局抓你也是不利 所以到这儿 红方决定放手一搏 黑方也不管他 因为他这边附有杀棋啊 你也没办法的 就算给你抽鞠 你也不敢 等你再去跟后炮的时候 点将盘把你去抽了 所以这边有一个重炮杀 鞠抽鞠 你这边顾不上吃啊 他只能先出 这样黑方也出 红方到这儿的话是将军 套着他 那这个棋很明显啊 一将一叫抽是犯规的 看样子这个棋啊 红方想有点耍无赖了 当然是开玩笑啊 这个时候其实 走这儿之后呀 最终是变招了 因为这个棋你 可能是系统不让吧 也可能是大事变招了啊 他走的是 炮速平期 想通过打马 把这张鞠杆走 当然是很无奈了 其实这三个子呀 已经有杀招存在了 那么只是对方有一个将来棋子手的啊 那现在这个棋应该怎么走呢 炮一将 上去的话再来一将 上天之后呢 有一步啊 退居 这边是一个杀招啊 对方虽然平居可以守 但是人家不炮一砍就会得子 所以这样你狮子也是要输起的 那你不堪的话 这个棋走向把炮吃掉 也是时间问题 你很可能会选择下来 这样看似安全 实则点将之后 有一步呀 居死平二 他的目的是我 居二接二杀起 那么正常你得落一个 然后他这边啊 随时可以穿将之后呀 把你打掉 那么你吃不吃这个子 其实都不影响 因为他现在 一吹炮啊 有一个这个虫炮杀 那么到这之后 就非常尴尬了 你正常气炮也没用呀 他这个炮过来之后 继续杀你 所以到这儿就输掉了 但是的话 临场啊 金松没有看到这个气 他是随手走了个拘点枪 那么这样一代的话 我们看啊 这里红方就上了 他再点一枪 希望对方下来冲炮杀 红方自然上 现在 你这三个子错不开呀 你想这个浸泡 人家有一个气炮手段 总是可以解胃 现在你吃完之后 他可以先进后取 所以这样就没用了 但当你退居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锯炮挡住了 想走这个炮一瓶三 走不过来了 所以之前应该用炮浆 就可以走到炮一瓶三啊 到这之后呢 这个气 关键是还没有杀招了啊 刚才说的这个气啊 这两个炮的底线的时候 一江有一个甩局杀 现在没有这个杀招做支撑 到这的话就暂时没用 所以他就继续点江啊 然后决定这个推炮杀的地方 果然红方是啊 只有这么一招起可以解围了 黑方这时候想走炮一瓶三不敢啊 因为你这么一层 他把狙打了 哎 所以很憋屈啊 到这的话 正常是要换掉的 推狙是骗地方一下 一命杀考验他 那红方继续退 黑方一扛不吃不行 红方到这的话也是打 打完之后呢 这个狙一将啊 这一路起他浸泡 意思是炮一瓶四 这边呢叫抽 那么进去之后呢 就先进足了 然后这个棋啊 再进足 这儿应该来说 这阵棋啊 还是黑的好一点啊 到这儿 红方有一个中间一将很厉害 他的目的是推炮要隔断 其实应该退居给条拉住 这样的话 你一动我吃你炮 反正你什么 上不去啊 所以才可以攻你 所以一旦一拉住 这个棋啊 黑方将大战优势啊 实战他没走出来 走的是过三足 结果被人家呀 就轻易的把这个子给吃了 吃完之后呢 想靠这三个子城市啊 但是人家刚好踩一脚 到这儿的话 其实退一步忍啊 还是有机会啊 他方中间呢 就简单进行转换了 这样来的话 这个棋啊 双方其实是也赢不到谁 到这儿的话 应该说错过了战机啊 非常可惜啊 双方呢占平了 这盘棋讲解是汪莽川汉 2023年的四番棋 第三局 红方精松 黑方是赵伟 开局是先制度 对足底炮 红方中炮 黑方飞向 不是以后 进气足 这儿红方选择招法是 先上右马 那么对方上马 红方出局 对方出局 眼看封局 红方走巡河局 黑方仍然是拐脚马 这儿红方就跑八平六 黑方腰对 那正常应该是换掉 快速出大子 在红方看来 黑方出局比较快 所以他不愿意换 其实换之后 上马打着马先手 将来可以抢先呀 威胁中路 那么他 避让之后呀 对方有一个过河局手段 红方上马 黑方就出局 到这儿红方呢 平局 先把对方马赶走 然后呢 把局换掉 这样的话 双方 对子 在红方看来 我的局位就高 那么将来还可以 打你的中足 还可以连向 你吃这个兵威胁不到我 但是的话 黑方他先马六进我 就不给你打中足的机会 这时候 眼看这个马又上来 那正常招法是兵武精英 但是你一冲 他可能会有一个呀 将来 马五进三 把这个兵踩了 所以你也挡不住他上马 索性呢 红方就简单换掉 试图再去补相 那么这样来的话 这个棋呀 那就出了问题 人家一吃兵 反先了 红方呢 飞向以后 黑方的股市 所以到这儿 你看着局位高 没有用 人家这里谋取了实惠 这里红方决定上马 曲线救国 黑方的话 鞭炮发出 就是呢 人多气费人少 抢你的兵 红方如果吃掉 担心呢 这个中路又被打通啊 所以他不愿意 就先抢对方的足 找机会来个铺巢 那黑方就直接 打通这个兵线 你现在如果牵也牵不住 他足无精英过来了 索性呢 就先把这个足吃掉 找机会呢 再去啊 拉住对方 黑方就直接甩开了 那么红方就对一下 到这儿 双方形成了交换 但是很明显 黑方是多足之士 那么这儿继续抢兵 红方呢 不愿意 黑方抢先打着马 那红方就上 黑方下个底炮 红方是 敢怒不敢言 如果你要打出去 就杀你了 所以看着对方多足 要围成硬吃了一个哑巴亏啊 到这儿出来想硬打 那人家就闪开了 红方这时候上马 希望两个马 这个兵种号 控制局势 找机会抢先发弹 黑方的话就小足慢慢围成 红方这儿的话先平炮过来 黑方是退回 随时可以打将防守 这样的话红方马还不敢上 赢上给你对掉 你没炮了 兵种差了 将来人家兵种号还多足那不行 所以红方决定进炮 意思是要过期兵 准备四字围成抢攻 黑方的话就推炮回来 那么打马 正常也就冲 这个马如果尚被牵住呀 对完子少子肯定不行 这儿的话 他冲兵以后 加中炮 刚好就给他马寄住了 红方选择的招法是 马五进七 踩着足 黑方进足是要拱马 那么这个兵冲过去 准备强行上 挡住炮 继续呢 胁迫对方 黑方到这儿抢先手了 因为黑方人多 红方的话也换不起他 只能先变住 等待时机 接下来他继续呢 就欺负你 反正换掉你人不够赢 等着他赢你 所以不敢换了 这个老帅进来的话 就会过足 到这儿的话 他只能把这个炮走开了 然后呢 黑方进炮 将红方的小马 灌到金币 红方也没办法 冲兵 平足 冲 下 平炮 平足 这个平兵是一个骗招 地线杀旗 如果你贸然知识的话 那挂脚一将出来 就是马后炮了 所以黑方他就出老将 你将他就上 吃个相战是没用 他这个平足一将之后 这个小族过来欺负马 很痛苦 所以红方先把马掏开 黑方这时候也就把 第一项线制起来 不给红方去吃了 红方的话 到这儿也就进来 黑方制识 开始把这个兵赶走 一旦这个兵赶走就没骑了呀 他决定偷杀一下 到这儿其实 他这个骑 就是看你要不要去吃这个兵 看着好像吃掉之后 将军可以对炮 其实他回马一将 把马抽了 虽然你进去了 但是他泡一将 将来一拆架子 就要吃你的马 尽管你可以对炮 但是对完炮之后 你吃炮他吃马 你不吃炮他已经得死了 所以仰看有狮子呀 那不敢打 怎么办呢 进也不敢进啊 杀起就上了 但上来之后呢 红方就没骑了 后续乏力 他决定就先踩炮 但是黑方躲开了一步 到这儿呢 这个骑还是呢 吃着你的兵 红方在这儿被围的 确实不好下 如果你平开 倒也能下 但是黑方就是多足为成 随之气也痛苦 红方决定把尸砍了 到这儿黑方也就打掉了 红方认为一个兵换两个尸 但是呢 毕竟这个骑啊 就这一个兵 换之后 没有这个武器了 然后呢 黑方就退回 把马摁住 红方想要踩炮 黑方就进一步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是回马抓 这个炮也退一步 想吃这个则是吃不到的 想上马的话 小族给制住了 想退回抓的话 人家拼过来 你不能长拙 看着这个小族再冲一步 就彻底把马制住了 所以的话 这个马一旦上不去 马炮这前线是没骑的 人家的话 就这三个族 配合三个大字为成 所以红方呀 就等着输了 到这儿 金孙伟就认了 这盘棋啊 赵伟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最后的对决 2023年的四番棋 第四局 蒋川对战流经 先直路 对足底炮 红方上边马 黑方紧边足 红方呢 就冲一个兵给他吃 那么这个旗的意思在于呢 对方如果吃掉 这个马就可以撑乱杀出 这儿的话 黑方他就走了一步 跑把二级三 不让你上马 你要冲出去 他狙可以杀上来 所以呢 红方决定啊 走马二级三 如果你冲的话 他冲兵 把你赶走 再上马 那你要冲下来 跟他换的话 那他这个旗出子非常快 这个苏就算你冲过来 也会被吃掉 没有用处的 所以的话 黑方决定用炮打 这儿红方还是把马上去了 不过呢 黑方上马就看住了 让红方的马没有点位 这儿红方他也是抢掉了 冲三斤的先手 黑方这个时候正常上马 想要抢出左鞠 红方把鞠杀出来 黑方呢 出动又横鞠 这儿红方呢 先飞向 黑方呢 走的是霸王鞠 红方先补格式 再说 黑方呢 平鞠 先把红方马支出 红方先走的是金炮油队 通过队子的方式 欺负黑方的马 黑方向三进五 这儿红方也就打了 黑方他上马 来个空乘技啊 首先你打掉过来吃你 你不打的话 将来也是要喂你的炮 那红方也就打 黑方选择是居住平二 他的目的是 吃炮 还向着炮 你想走担子炮 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泡八斤二之后向掉你 你不打都不行 打完之后再吃你一个 刚才人家气了一个子 现在能吃回两个子的话 那就得子了 所以红方将会是子啊 他现在选择招法是炮八瓶六 你随便吃一个吧 我逃开另外一个 黑方决定走居二进士 马吃掉 仍然是要喂 红方的炮 红方的话 选择招法是推炮 先打居 这样的话 黑方就退一步 这边又打居 黑方自然是冲跳 继续呢 抓炮 那么红方炮平斯想逃 黑方正常的话是要吃啊 比方说 平均过来抓他的炮 不让逃 但是他又感觉 抓炮对方可以 抛丝平溜 你再拘一平斯退回去了 吃不到的 所以临场就没有抓 他就直接下 那对红方来讲的话 退回啊 打足就可以 临场他是担心 对方往下冲 所以就看住了 其实啊 打足的意思是抢先手 虽然你可以冲 但是我鞠九平六 有个吃双先手 一旦你又不是的话 那过河鞠啊 将来吃足亚马 所以这边是没起的 他退回也是求稳 到这的话 那黑方就给鞠亮出来 现在呢 这个棋是一个骗招 给你吃一个足 将军的路是蠢炮 那红方不上当 就过河鞠 直接呢 吃足亚马去 对方他想补相 但是这个鞠卡住下来了 先把鞠点进来 一个是可以压对方的马 一个是可以飞相 红方呢 就抢先去上了 黑方这个时候 就把中兵给吃了 这儿他一吃啊 有一个补相 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出鞠 还是为了点进去抓 对方也就补失 红方冲三兵过河 这上马一搅进去啊 就不得了 所以黑方必须得吃 双方就此形成交换 那么这样的话 黑方也是可战 红方呢 过河鞠 准备吃足 抓炮 黑方平均的意思 就是交换 但是红方对抢先手即可 他没有去交换 因为换掉以后 对方一吃 将来红方是鞠炮兵 黑方是鞠马足 但是他缺一个像 这个琴呢 就是消除下风 但是他不愿意 选择招法是躲让之后 继续呢 吃马 看见我拿一套 红方也是浑然不惧 切进去 因为你要吃 他可以平跑去爆 当你落相的话 他这个琴啊 就踩相了 或者可以退回啊 所以这个琴你抓马 是抓不到的 那么这样的话 只好吃个兵 那么红方呢 选择是进炮 找机会来一个 平炮闷弓啊 准章 这儿对方是落势了 那炮四瓶九 顺势来一个鞠炮 底线威胁 黑方自然是要 调鞠过来防守 红方退鞠呢 一再呢 直接抓相 那黑方他的意思是 准备扣中炮 红方的话 如果吃相 中炮一放 将来这边呢 可能担心会被利用吧 他就落势了 这儿的话 黑方落相 这是一个骗招 看似可以吃 实则一将就给你抽掉了 所以现在还不敢 向着鞠的话 他就进两步 要吃相 黑方现在就补个事 等他 无论你鞠吃还是马彩 他都是要将军抽鞠 或者抽马 那么到这儿之后 红方就用马彩 这个鞠换的话 倒不怕 黑方一将之后呀 到这儿 还是要换掉 不换的话 这三子归边了啊 他鞠一将 一落石上马 就上不来了 所以必须得吃 吃完形成这个局面呀 那刚才你是缺一个相 现在缺两个相 形势将更加不利 那么红方 有一定的优势 对方的话 上马 会有一个反击 但是红方平均 守住雷道即可 这个棋的话 黑方暂时攻不动 红方这个兵一 单一过去 就意味着输棋 所以对方很顽强的 守住的河口 这儿的话 这个棋呀 就吃马 再对一下 那么退一步 对方守河口 也是呢 看红方如何进攻 红方这时候选择 推炮回来 准备呢 左炮右移 对方呢 不能长桌的情况下 只能支持 掉炮之后呢 底线将军 想抽子 抓的话 他就平一步 那么这个棋 过来对局 红方盯住马不让 黑方退回 底线一将 如果你退局的话 拘备锁住 过冰军了 所以对方就 补视求问 分边之后 点将叫抽 你跟炮 他把试破了 炮粘单杀 所以他对局 这儿吃着马 对方呢 踩着局 现在如果你平一步 他可能又是对 所以 长起来之后再平 对方的话 这个棋 走的是平兵 这儿一平局之后 底线叫而抽 知识以后呢 这里将军 然后退局 勒住他 这个吃足是假 关键是他要过兵 走到这儿 这个棋 黑方再抵挡不住了 因为你吃兵的话 他吃掉马 是要输起的 你不吃这个兵 冲下去 你就算归位 你也不敢落实 担心这个将军 抽子或者破事 那你不归位的话 看着这兵下去 破事就赢了 所以刘金到这儿就认了 这盘棋 将冲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 刘邦斩蛇 2023年的四番棋 这是第四局 同方赵伟 黑方金松 开局是中炮 对战七马 同方仍然是平炮 黑方直接加中炮了 这儿 红方看着中兵之后 黑方先出去 就是防着红方出去 这边的话 红方还是要出 那黑方就先跟他封住了 红方挺兵 黑方上马 红方把马调至河口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冲兵或者上马踩马 黑方进足 也不怕你冲 当然红方现在冲也没问题 他上马之后 那黑方出去 到这儿 眼看要过来吃马 那肯定要冲了 实战的话 红方没有冲 走了一个进炮 他想骗对方 你吃我的马 我打你两个马 犯了一个贪心的错误 结果被人家 妙手对冲结尾 对完之后 红方还认为 他这个棋身形不错 但是呢 现在这个马炮 显然很矛盾 这儿现在 眼看要抓死炮 只能见招杀招 狼狈逃窜 这样的话再抓 正常应该走 炮度平二 还是可战 就说你现在吃 我就踩一种足 如果你将来上马之后再吃 我还可以先炮去看 所以这路棋 应该到二路线 防患于未然 炮度平四的话 这个棋 你想去 一抓可以踩足 人家先看住 不让你踩 然后再抓你 这样就显得尴尬一点 红方到这儿 也只能先踩再说吧 那么不是的话 黑方就笑作冲 红方到这儿 拆炮 那黑方这个棋 他选择的招法是 炮三瓶酒 为什么不抓马呢 抓也可以 不过对方可以吃事 扛住 他先打掉 意思是 竹三斤 威胁马 红方到这儿 还顾不上出局 那肯定是 吃了大亏 他平炮 意思是 现在你吃马的话 我就可以踩进去了 这儿你一冲 我就先推 现在人家也不吃了 就简单把这个 中兵打掉 那到这儿 看你怎么走 正常如果补像的话 担心这个 鞠过来吃马 下底炮 行天地炮就是 所以他决定 走一个 炮三平五 骗对方 你要过来吃 我就回马踩双炮 想解围 那黑方推炮 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到这儿 如果你不防守 也是不行的 因为下招 鞋过来抓你了 正常就先踩一步吧 那么现在这个棋 黑方就点鞠过来 红方正常也应该是 踩掉交换 但是仍然是不利 他没有踩这个字 选择的是炮五金一 强行去吃 那这样的话 黑方这个炮得以保留 到底线 行天地炮 形势将更加危险 红方意思是飞个象 赶快把鞠换掉算了 那么黑方 他走的是飞象 当红方想对鞠的时候 黑方先给他来一讲 那么这儿的话 看你怎么走 你要是往右边支 可以 那将来对完鞠 你这个马就要丢 所以他不愿意丢子 就支吃 这样来的话 其实呀 你就没有起到一个对鞠作用 而且还白丢个象 现在这个子要围成 那目前来看这几个字还不是很够 黑方决定呀 再上一个马 踩着炮 看你怎么走吧 眼看你这个炮一走 那个炮退回去就危险了 但你不走的话 有狮子怎么办呢 红方决定啊 弃一个誓 跟他强行对子 到这儿的话 很有意思啊 如果黑方吃这个誓 那可能要白丢个马 虽然说白丢一个子 但因为黑方优势太大 前来换之后 虽然少一个子还占忧 但是这样走其实没有必要 那么黑方他怎么走呢 突然下处理招 凌空弃居 这个金松大师 确实是走得好呀 到这儿突然是发力了啊 拔出手中的宝剑 要斩蛇了 这儿红方不吃也不行呀 那吃完之后 他把这个马给踩了 什么意思呢 到这儿以后呀 他这边是附有一个 四子围城 你居一走 他把炮吃了 将来这期也是等着输 不要看你有个狙 人家就这几个子 确实很难下 所以红方决定先打一步马逃开 然后把狙一逃开吃足就好了 但是这个期来不及 黑方这个手段非常犀利 他退回去了 什么意思呢 这儿看似好像一将可以落实 再一将 这边要抽马抽狙 那么你要是吃个马的话 可能担心啊 人家把你的狙抽掉 所以他决定把这个狙先让一步 让你够不到我的狙 反正打着马先手 这边一旦把狙消掉 只要走到这招去啊 红方就可以反夺主动啊 占优 但是就差这一步棋啊 黑方走了一招 非常凶悍的棋 他把尸给踩了 下一步回马就是天地炮 这个棋狠啊 你要上去回马就把狙打了 所以你也跑不了 你还顾不上吃马 你狙先没了 就算你这个狙将来换了个炮 仍然是黑方多子啊 围成之事 所以到这儿这个棋 你无论上还是出啊 他最终结局都是把狙抽了 这样的话黑方也多获胜 红方没有办法 随机招弃啊 太犀利了 他看到以后的扎招呀 这个红方啊 确实是憋屈 随机盘棋走了个金炮打马 出了问题 到后面的话 步步去营救 都救不了 开了东墙不西墙 都步步过来 结果到这里的话 那金松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楚汉河界 2023年的四番棋约战 赵伟约金松 咱们看一下 赵伟呢 绰号是炸蛇 金松起了个非常有意思的网名 叫做刘邦斩蛇 我们都知道 刘邦是斩白蛇起义啊 最后成功了 他起这个名也是为了图吉利吧 想杀对方 那对方也起了很有意思的名字啊 王莽篡汉 你刘邦不是汉潮吗 我篡你的汉 哎 很有意思啊 那到底是赵伟啊 川汉呢 还是金松斩蛇呢 咱们看一下这盘棋啊 是双方约战的第一局啊 西安之路对足底抛 红方的话 这个棋选择捕士类手段 进攻 对方选择拐交马 预敌 这双方呢 他是为了抢战河口 所以红方这个棋啊 就立中主动 打着马 对方先看住 红方出狙 抢先手 然后呢 对方看住之后 过河 他如果对完了之后啊 将来狙处的慢 所以他不愿意对啊 这边的话 对方先补个试啊 把阵型走稳 那红方他退炮 准备拆炮过来 打马 这儿也就退 准备打狙 先打一步啊 对方打狙 之后 要把这个马退回 然后红方得飞个向 为什么不想到对狙呢 对狙之后 对完人家亲和抓你啊 你要在进炮看的话 他足三斤有利用 所以的话 将来你一旦一踩进去 他去杀过来 就吃着你 就是因为你这行没有跟啊 所以他先飞向的意思 主要是给这个兵伸跟 避免对方过来抓 将来还多了兵三斤啊 采取手段 黑方的话决定走足三斤 那么这儿的话 进行一个交换 红方冲兵 黑方就飞向 红方把狙长起来 黑方就点进来 红方顺势给他换定 那这鞋只能换了 交换掉之后 就看双方的狙啊 谁能够抢先一步 右狙左一 就可以控制局势 黑方呢 骑合狙 要过来 红方呢 拦住不让 黑方 炮三推一 形成担子炮 那么红方走马就近 简单吃 那黑方也就接受了 到这以后 吃掉 现在他是要过来吃马 所以黑方先踩一步狙 红方呢 先抢一个兵 一再对狙 黑方赶紧吃掉 这儿的话 红方走 狙一平三 他的意思是 找机会 兵三进一可以活马 那黑方这个马上来 准备过来铺巢 红方的话 就赶紧过来抓一下 黑方也就切进来 红方先点一将 看你怎么走吧 如果落实就杀石 他就退炮 红方这个骑马 上了一点慢 而且还被他这个炮 将来可能打出来利用 所以他抢先一步 点进去 你卧槽马再厉害 也没有用 他现在杀一将 所以到这 双方进行了转换 这边杀一将 如果落实砍石 他自然是退炮 这边还向着鞠 红方当然是平出来一步 就防着你这个窝槽马 你敢跳 我退回抓你 现在通过 以攻带手的方式 也是减少了 对方的反击手段 黑方不能窝槽马 又威胁不到红方的马 找机会活马就可以 黑方现在这个骑进足 他是必用这个字 走得快 想打击红方 红方就先退回抓一下 黑方如果退回 把抛一对 那可能不太好赢 所以他就先看住 照机会再退马 再走鞠过足 红方选择一个进炮 他的意思是 找机会可以立中炮 可以打鞠下几炮 多种手段进攻 现在黑方 鞠一平四 守住内道 这是避开红方 破了平九 打鞠的手段 照红方仍然要甩炮 黑方的话就选择退回 照机会马四进六 红方的话先来一将 看你怎么走 那你走炮将军求军 所以就落实了 这样他牵住你的炮 到这的话先献个兵 就解除马的问题 黑方肯定要吃 红方通过以弓带手 你先来踩我 暂时还没用 我必要说可以退 杀你一将你受不了 所以对方只能去保 红方也不敢说是贸然送一个子 因为你吃的事却是没用 所以这儿也就刚好走出了 冰三进行手段 这个棋可以放是以弓带手 为救赵 那么接下来这个棋 对方捕士之后 红方就欺负他一下 黑方近居 到这儿的话不能躲 双方进行了交换 抓着相退回 黑方小桌要过河 局面到这里 双方子都是一样多的 所以的话握手言和 咱们看下一盘棋 这盘棋相继是 以柔至刚 2023年的象甲 第二轮 红方是王一航 个人赛第四名 黑方是深鹏 鹏城杯的亚军 那么二人相遇 到底录死谁手呢 我们看一下 开局是先之路 对足底炮 这儿黑方架中炮 不让红方上马逢居 那红方就走巡河炮 不让黑方出居 黑方充足 斜马 那这儿 红方就上 黑方呢 趁机把鞠拿出来 红方一躲 就是先 索性的对杀 在这个过程中呢 踩着炮 双方可以说 进行一个交换 但是呢 黑方 他走得标稳 不愿意换 这样的话 红方就有了 翘马将军的手段 黑方呢 去应付 红方就会占优 到这儿的话 只需要把鞠拿出来 看炮即可 随时可以浸泡封锁 如果黑方要过来 红方另外一个局可以出得很快 过去吃马 那这个马也走 跳江还有吃炮 手段非常多 肯定是红方占优了 但是红方临场的话 急于进攻 他是希望打马 立功新切 双方进行了转换 他的意思在于呢 有一个炮弃平武将军 那么你要不又是马后炮 不左是跳一江 芭蕉马 这个聚一江 马上就开始进攻了 这边呢 关键一江之后 还踩着炮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呀 看着好像很厉害 其实呢 黑方可以上吧 那么这招起啊 直接打相就可以 他抢先出手 肯定黑的好 平常的话 没敢这么走 红方的顺势 一打 黑方这时候不能打相了 打相的话 对完之后 他跳一江炮尺 所以刚才这个炮被这马腿啊 黑方有机会 现在不行了 到这的话 他先补试 意思是老不然你将 如果你吃马 他抓你一下 你走开之后呀 他现在就可以打相一江啊 吃掉 出了江这个一面杀 不出的话 两边抽局抽马 太厉害了 所以红方到这儿 也是没办法 进兵啊 不敢吃 黑方的话 拘没出来 所以他也不敢贸然行事 那么到这里啊 他选择的招法是 具有精益 这步棋 其实啊 应该是要直接打的 他走这个区 等于白走 人家打他一步 你要是知识的话 一江不破惨了 所以他很无奈又退回 这样等于是被红方利用了一下 红方赶紧把锯拉起来 所以黑方呢 这个棋走得偏稳啊 中间的话 也是错过的战机 就是没有敢打相 现在这个棋 双方就趋于平稳了 红方呢 马上跟他进行腰队 到这儿的话 红方自己位置还不错 啊 黑方退回 试图呢 通过捉炮的方式 找机会飞向 把这个马围死 但是的话 那红方是退了以后 先打马 黑方也不敢再退回纠缠 因为红方这个锯马 他就过来了 所以赶快去换掉他 减轻局面的压力 换掉以后呢 红方兵种好 多兵 但是黑方子力位置好 双方呢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啊 那红方呢 就冲兵啊 像看住 不给他吃炮的机会 黑方就甩炮 找机会从这个底线 威胁红方 红方正常上马就可以 冲兵的话 这个锯黑方就掌鞠 捉一下 下兵呢 再打一下 啊 这个吃兵试驾 声东极西啊 平均过来吃马才是真 红方呢 不堪也不行 黑方一抓之后 这个马就上 那么再捉的话 这个锯其实应该看住马 如果你打 就炮平一步 退回看住马就行 将来锯就可以脱身啊 到这是双方军事 但是红方的这个棋啊 他退回就显得失弱 给了黑方杀进来的机会 那么这个棋啊 底线一张天地炮太厉害 索性呢 他就先上 到这的话 人家就抓 你要再上他甩边啊 这个底锯太厉害 你敢出来的话 可能会有重炮的可能性啊 所以红方只好把锯掉过来 到这儿试图你一打 他有一个平兵啊 掀起后去 所以黑方到这儿 他也不着急 先把这个兵吃掉 那这样的话 连销带打 你又不敢上啊 退去牵住你了 所以他就退一步 意思是上马把锯扣住 这儿就勒住 现在底线还有将军 所以就出 那么这一进炮呀 就要吃这个字啊 红方意思是支个市 黑方这里就拆炮 到这儿 红方是推炮回来 黑方也就吃了 因为你不吃 他就看住了 那吃完之后呢 这里红方啊 走的是进炮 去抢他的兵 黑方分边想脱身 红方先拍了一枪 试探英手啊 如果你飞向底线一枪 就杀起了 推对方就出 一看骗不到他 那就跟住他 黑方的话 进边族 避免这个炮 打足之后呀 继续吃 那么红方是把市扑起来 照机会甩炮 退回再打 就想把这个都吃回 黑方呢 平一步想将军脱身 红方就落向不让 黑方推炮 照机会可以支持将军 红方也不管这么多 他就是要打局啊 得回狮子 黑方一看 只好把这个市打掉 那么你吃完之后 他有一个中鞠 将来这个知识啊 就富有杀招 那么现在这个棋 还是黑方占优 红方的话退回 意思是硬扛 他进老将这部棋啊 将军刚好将军 退炮也是不得已啊 底线一将 到这的话晃一下 最终的话 走的是炮分开啊 从边线进去 眼看过边族 那么这儿红方就出不让 黑方啊 将了两军之后啊 最终这个棋是 搭掉了 红方底线杀相啊 选择对杀 那么到这儿啊 点将之后退回抢兵 杀一将之后呢 这个棋啊 他再将 那因为这个棋 平均吃炮太厉害了 到这儿他又看不住 怎么办呢 他决定啊 就先给他一将吧 对方就把兵给吃了 然后这边啊 将了几军啊 其实也没啥用处 时间紧张啊 凑一下部署 最终是飞向了 然后呢 中间一将啊 红方是暂时解围了 但是从长眼来看的话 你的鞠位置差 黑方多足 红方赶紧把鞠先杀出来再说 赵尔平均呢 准备点将把相破了 那现在你飞向 他抓炮也是没有用啊 鞠位置太差 所以先把鞠推回来 那这里的话就吃 吃完以后呢 现在这个棋盯着炮 将军的话他出去 所以红方这个棋 他确实像就是问题 现在就剩一个像了 飞起来看住炮再说 黑方呢就过边足 红方上 黑方就进足又抓象 这个象又不能丢 推回 到这儿还是呢 被利用 接下来这棋呢 黑方掉鞠过来 他也就不再纠缠了 平均一手泪啊 就准备跟他对杀了 到这儿红方甩炮 黑方也就退去抓一下 然后呢顺手把象吃了 这个棋啊 走完之后啊 黑方打开了门户 这小足随时可以过来 红方进军呢 吃边足 主要是手术合口 不让对方这个足过来 黑方呢 他选择平足 意思是要抢回中路 那这棋厉害 所以呢 红方就先将 黑方过来一抓 红方呢就甩开 准备呢打边足 其实到这儿 红方也是苦撑啊 已经是撑不住了 毕竟这个棋 黑方多足多摄像 你没办法的 到这儿打出去也算顽强 现在这个足一下 三子很快要会合成杀 冲边边的话 速度太慢了 人家还退回 走得非常稳啊 硬给打死了 这个棋是不留活口呀 直接给灭了 到这儿 那就吃一步泡 想报仇雪恨啊 结果人家 鞠一将 这个老将过来 形成了一个杀招 那么现在 这个棋身旁啊 应该说就赢了 因为王尹航 你现在平居过来 也没有用呀 这鞠一将之后 这足过来啊 很快杀棋 所以到这儿的话 王尹航就认了 这盘棋身旁获胜 这排棋 讲解是接力打力 2009年的盘伟业碑 象棋竞赛 红方赵新兴 黑方取云川 这是双方的经典之战 咱们看一下 开局是中炮 对平封马 红方采取的是武器炮 黑方就把鞠封住 对方出鞠以后 这儿飞向 上马是要吃中足 看住 过河鞠的话 也是力争主动 为什么说 要走过河鞠呢 因为你现在出鞠不让他出 他就踩你一脚 你这个炮如果甩开 他就进三足 你敢吃的话 就炮而平三打相了 所以你七路炮 退一步 主要是掩护呀 不让他足三进行反击 保护自己的底线安全 这样的话 人家可以呢 进炮见风插针 到这儿的话 把鞠锁住 对方就比较被动 所以的话 他为了力争主动呀 就先把这个鞠 拿过来了 这样的话 压住黑方三个子 黑方不舒服 但是这个时候呢 也不能着急去队 否则中路失守呀 怎么办呢 先出鞠 为什么要出这个鞠呢 因为你先踩 人家出去吃你炮了 双方换掉之后 你这个马没跟呀 所以不舒服 他先出去就不一样了 下一招期 他要踩进去 你敢出来换 他就白吃你一个 你先叫个杀 你还没办法 你要退的话 那把鞠挡住就出不去了 人家马再退回就行了 将来小足欺负你 所以红方赶紧就把鞠 亮出来 黑方退炮 这儿的话 因为三个子受签呀 所以他得想办法去脱身 这样的话 自己效率比较高 对方打出来 就是进入终局了 先吃你一个 那这个棋就跑八平一 为什么要考虑平一呢 第一个招法是跑八平六 双方呢太激烈 不好把握 因为这度去变化太多 跑八平五的话 就对完局之后 有个马四进三 将来窝心炮 担心有问题啊 容易被利用 所以一般多足的是 跑八平三 平三主要是牵着对方 但是他感觉啊 对完局之后 打一将一飞向 也牵不住 所以他就想直接啊 走到这个边线去 那么双方就行了交换 这儿打完之后呀 这个棋啊 补个式 现在红方 他随时可以补下 但是你现在不能补 你补他小足过河了 这就是跑八平一的妙用 那这个棋啊 能不能把这个足吃掉呢 还不敢 为什么呢 出老将 如果补左式会怎么样呢 打出去打冲兵 冲兵不让 那就平炮 如果你还要冲兵 那这里就入局了 一将 吃完之后一将 那飞向肯定点死 落势的话 穿一将啊 还捞月了 所以说这种棋啊 那你不左式肯定不行 不右式的话 这个棋也是反线了 因为他这个棋打门弓 你怎么办 飞向啊 踩进去 你也不敢动呀 一动的话 底线一将啊 直接打门弓 所以黑方这个棋 至少反线啊 所以说到这儿啊 你看的是一个兵啊 你还不敢吃它 你不吃的话 象就不敢动 一动小足过去欺负马 这是黑方的目的 红方如何 打破这样一个局面呢 推炮打马 让你去踩 你也踩它拘过来 那这儿的话 黑方还不着急 盯住它 这个棋意思就是呀 你要是打掉象掉 如果你踩掉的话 它退去吃双啊 所以这个棋 红方就送了一个兵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引力 让你去吃 它打掉你 你吃相的话 它拘过来 点进来吃炮 微甩 底线叫出棋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呀 看着有一部啊 这个出将 跟刚才差不多 但这个时候就不灵了 反而要受攻 咱们看啊 出将 你要是这么下啊 红方刚好可以平炮过来 他这个炮啊 不打边族 就是在这儿等着你 那么现在 你要是吃兵 他一打马就得子了 因为他炮有根 你想吃双吃不到了 那现在 你很有可能 可以退回跟他换 他马上就掉鞠过来了 那么你一吃 他一吃 看着你的这个马比较快 他这儿先吸后取啊 吃掉炮以后 你可以吃个中兵 这边如果补相 就踩兵 相调一将吃炮 双方均逝了 所以他先补逝 就是不给你换子的机会 你踩炮的话 他这边穿一将 然后这个炮一平将退回去 你不让的话 他甩开 随时点将呀 这边可以破市 就可以吃足 所以到这儿啊 黑方显然是受攻啊 红方占优 那么可见这个时候呀 对方的炮 不吃这个足 你就不能够 出老将反击 接下来 走的是马二进一 对方掉鞠 啊 仍然是这个气 点将退回啊 现在吃着马 黑方给红方设置的陷阱 就是你踩一个足 这里看着好像我一吃啊 你有一个吃炮 将来这个气穿江啊 往过一甩 就相当厉害了 他是等这招起呢 但是的话 人家不会这么下 黑方会怎么走呢 黑方呢 就故意露出破绽 他一旦等你切进来之后 不吃这个兵 吃另外一个兵 这儿把你赶走之后呀 你现在只能平均看不赶走啊 因为你走这把马抓死了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过来看 这魂马一踩锯挂脚就受不了 你看炮的话 将军啊 再将军啊 他有一个打马 你退回气给他 防止三子归边 即便如此也是等着输了 因为红方现在没急啊 就等着挨打了 所以这个气不行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炮 不能躲的情况下 看住 要比实战好一点 他这里吃啊 你这边看住 他一踩 这里就踩掉 需要注意的是啊 黑方不能去向 一向就落入下风了 他主要目的是 把这个马引开 有一个回来之后啊 跳江吃炮 一旦你一捕 石头炮一踩 踩着锯啊 还向着炮 这边的话还吃着马 所以这度气啊 往下发展 黑方会占优 那么对方啊 如果他退回的话 那跳江呀 这个气也不得了 点进去 到这儿的话 他这件事上马 打着马 到这儿就相当难下了 他这边有个彩石一江啊 出来虫泡沙 过去芭蕉马沙 所以你经常要填马 给他吃呀 那么吃完之后 这个气啊 其实也是要输起的 不好下 那么看一下啊 这个气咱们刚才说到 对方这个气啊 一旦一切进来 就要出问题 那么这儿的话 他选择推炮 这是实战招法 现在黑方 一看骗对方 骗不成啊 他决定把这个 鹰采掉 希望你换掉啊 换了之后 他有个什么气呢 就是可以吃完炮啊 这边吃着马 这边向着炮 还可以得子啊 所以他气一个 想吃两个 一小博大 那对方肯定是不愿意的 这边呢 还有挂脚 他就只好先补个事再说 那么对黑方来讲呀 想骗对方没骗到 那正常的话 退去吃炮 简单把马顶住 这个旗可站 他走的是近居啊 贪心 想骗对方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 如果急于进来 有一个平炮 打门弓啊 将来像一飞 踩相机双枪杀了 看着快凶啊 那么对方如果说 到这儿啊 用鞠吃 那就上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上马看住啊 跟实战是一样的 一会儿看啊 他主要意思的是 我气一个子 你一吃 我将就把你吃回 但是你还不能出 出的话他一吃呀 现在这个旗还多了 吃炮之后 吃冰 吃双手段 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吃啊 换掉之后你就没起了 所以他想骗对方 但是这个旗被虹方识破了 虹方呢 上马顶住 你就不能将 那你就威胁不到他 到这儿的话 这个旗啊 黑方他是想强行啊 上马 就被对方赶走 硬要去打开局面 结果呢 红方就跳进来了 到这儿你现在吃马来不及 平炮打门弓呀 一飞向踩相双将杀 所以他只好上一个马 缓兵之际 黑方这旗啊 想解围 红方仍然这招气 太狠了 你还是不能吃 吃完他一打 等你吃的时候踩相呀 飞向底下门弓 不飞向吃中炮 跳马杀了 所以到这儿很无奈啊 那上马行不行呢 这个旗也不行 他中间一打 双方进行交换啊 最终这个旗还是要踩相 你还只能把炮甩开 不要说可以出老将 他打过去之后呀 强行下底炮 硬要踩你的这个相 你上老将也没用啊 他硬点姜 到这儿你这个炮如果填住 你就不打门弓了 所以你只好下来 想打姜啊 交杀 但是人家可以补相 现在吃着炮 你炮一逃之后呢 杀中士受不了 虽然说你平炮 想点线杀对方来不及 他不相一踩之后 先杀你啊 甩姜受不了 你只能去跟住他 但是你跟的时候 他给你一将 就巧妙地用你一个炮 动不了 嘴为难 非打不行 你一打他也甩 将军你就有劲 然后呢 这个旗啊 马后跑杀旗了 所以非常经典的杀招啊 上马都不行 那怎么办呢 临场的话 黑方走的招法是 进炮就看住 到这也算稳健啊 但是的话 红方炮三平五 他仍然是贯彻这个彩象啊 刚才我们说到 你吃完马平炮 现在没有吃马 你也不敢平炮呀 现在想吃马也来不及了 硬彩象 你只能退回防守了 你这一手 他一飞向 到这儿这个旗 就等着挨打 黑方的话就平炮 把对方拘挡住 这儿的话 红方就强行贴马进来 黑方也没办法 他就往里跳 这里的话 红方走了一招 G八品七 直接吃对方的马 到这以后 黑方就认输了 为什么呢 你正常是要退回来的 但是你一退 人家上马抓G 这就尴尬了 你G不走 才G杀 你G一走的话 硬彩象 你敢限调 这个炮一打象呀 就绝杀了 谁在这儿 许人川不得不认输 这盘七 叫新兴活胜 这盘棋将近也是在于对手 这是黎德智对战王天一的第二盘棋 上一盘棋是黎德智 后手战胜王天一 而且走得相当神 这个也确实厉害 我们看看这盘棋 会怎么样 那么走到一个中炮 对顺炮的局面之后呀 红方是走了一个上马 一般情况下 黑方就是要救瓶死 当然走足三进也有 王天一这么走的话 就很强硬 那么当时 刘子健就选择飞向 在推炮 我们过挑战 最终是战胜了王天一 本局的话 黎德智选择巡河军 他的目的是将来挺兵去换掉 黑方就自主不让换 那红方的话 这个棋停又停不起来 对方也过不来 所以他也不纠缠 拆炮 然后呢 捕食像 一心换位 把军拿出来 黑方的话正常上马 他是要液体藏花 那你冲兵他还是上 所以红方不敢冲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 捕相 对方这马就上来了 那红方不是啊 黄天一走的是拆炮 不给红方出局的机会 也可以走炮二平四 因为先输了一局 所以想求变 跟他斗中局啊 那么这儿的话 也是考验红方 红方这个棋啊 走的也确实是漂亮 他走的是推炮回来 准备了去对一下 看似呢 这个布局啊 红方又抢到了先手 黑方也没有办法 不得可适 这边就算你不不适啊 平炮出局 那也是红方啊 对子之后先手 所以你抢出局啊 也抢不过他 到这之后 他现在开始对 换掉呢 肯定是亏一些 他不换的话 就是继续纠缠 这样的话 红方这个棋啊 顺手 来了个利用 这招棋 黑方没想到 那这个马还不能动了 一动的话 这个棋啊 他比如说上马 踩马 打局啊 所以这儿 黑方就先看住吧 最终红方的局 快速开出了 黑方也就飞个向 红方这个棋 过和局很明显 他是要 把这个炮 挡住 硬吃这个马 你退回 他也是抓 没有用的 你又不能打马 他重跑打局啊 受不了 所以这个马 他上得快 但是呢 没法回去了 然后的话 就浸泡 隔断 不让你去过来 红方呀 走得相当细利 准备双局去抢 黑方的话 就进足 这儿一桌之后 黑方强行保住 但是红方 只要浸泡一串 这不就狮子了吗 那么他是先走得过门 打局 再串 这个其实走得很细利 不过王天也有护招 他意思是 你炮走开 我踩你个向 这边的轿杀 你得向我 那我自然就可以 擒颤奴翘 那看似好像 这个炮逃脱了 但是这三个字 被炮吊住 相当不利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是退局 回来捉一下 黑方首先不能打 否则就失责了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 是退一步 那么退局回来 刚好就一抓 到这儿看你怎么走 你冲兵也没用 他打掉打着局 就把你炮吃掉了 所以黑方只能逃 红方的话 如果选择一个 推炮回来 黑方会一局换双 这样的话 这个席啊 红方是不愿意的 此时呢 红方可以啊 退局 先抓炮 让对方退一步 然后再把这个炮 退回来去捉 刚才你担心 这个炮没跟 对方一局换双 但现在已经有跟了啊 这儿的话 反正双局也跑不了 可以先把炮吃掉 最终的话 用炮换一个局 将来呢 对方局马炮 红方是双局马 仍然可以得子 但临场的话 可能没想到吧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 是先退回 准备下一步 再把对方抓死 但这样的话 就给了黑方 局三平一 逃跑机会 红方啊 掌局 你看想围炮也围不住了 那黑方就站自炮 红方也就不纠缠了 冲兵 赶快把马放火吧 那么正常对的也是可以 黑方的话 上马他就蹬 这儿的话 走的相当强硬了 因为开局 又重套路了 到这儿 王天一肯定是不服气啊 红方就捉他 黑方意思是对杀 那这也接受了 看似先进后去 红方有个巧手 就是 金炮可以过来打狙 那对方只能进足 这儿这个马又逃脱了 那黑方这路骑 他冲足啊 也是可战 因为他虽然少子 但是这个骑必须有攻势 但是关键这个骑 他不好控制 踩着足 行过来想抓马 这兵一冲就要上去 所以眼看吃马也吃不到 小足欺负狙 他就退两步 离你远一点 把你炮前住 所以现在这个骑啊 黑方他不好把握情况下 就掌狙 向上去跟炮 红方的话 这个马就快速穿出啊 准备跳进去 对方的话就守住不让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骑啊 红方走的是 抛丝平物 那黑方就把狙拿过来 红方他是要点狙过去 这度骑交破相 王天爷连场是退狙啊 防守 这儿为什么不能选择先打狙呢 先打狙的话 那这里也是打一将啊 出来之后这个炮一将 有这么一招气 那么对方如果说是杀一将啊 吃掉之后打掉 那你这边还丢个炮啊 一面将你还受不了 这里狙马炮太厉害 哪怕你走这个狙三进二 啊 他一将就给你换个狙 那么这度骑往下发展的话啊 将来红方啊 他也是占优 红方要赶上炮走开 避免他金炮锁住啊 打着足就行 如果你这里啊 不要的话 他就打掉 那么这度骑往下发展的话 你中足肯定要丢的 他马会一定够赢了 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那红方保留兵越多 对方越不利啊 所以说那更加不行了 所以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骑啊 直接换肯定是没有便宜的 吃马的话 他这边有一个啊 点狙杀 那么这儿啊 将军 他现在有一个冲兵隔断 不然你过来对狙啊 那你想吃他的炮 比方说吃掉他一次把狙打掉 不过红方这个骑可以退回 首先你不能吃 其次你不能像 否则的话吃掉狙就没了 所以对方只能离远一点 避免这个骑啊 闪击 他是要用像把这个炮白吃掉 不过红方有一个退狙过来 你吃炮他不要了 就是吃足抽狙啊 对方只有躲 红方走一个顿挫就可以了 一将军啊 直接弃狙有一个杀对方抵视手段 所以对方这炮还得走开 他不敢舔子过来 否则撑下军啊 闪开之后他顿挫一下 用这个狙将军最终的话 这一将就会把狙瞅掉 所以红方这个雷霆手段啊 非常犀利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就不敢去打狙 平常的话就只能先看住 找机会再打 那红方的顺势上马 就是没有破相 黑方这儿一打之后 按道理红方应该退狙回来 但是的话最终红方超时了啊 那假如说红方退狙回来 然后这个军队在往里点的话 红方多次情况下 这次都冲上去了 应该会优势很明显啊 但是他为什么超时呢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 前面下的太精妙了 耗时过多啊 超时 也有可能第一盘棋战胜了王天之后呀 第二盘棋王天一又中招了 这连续杀两盘第一人 显得有点不太合适啊 所以可能也就没敢杀吧 总之来说双方啊 各胜一盘打平 下一盘棋看决赛 这盘棋将近是报仇雪恨 2020年的抗议杯 这是李德智 对上王天一的第三局 那么上一次说到 双方打成了平手 各胜一局 所以这盘棋很关键呀 王天一先挺三足 非常积极 半码活通 红方的话 深炮过河 他的目的也是求问 形成五八炮 这儿呢先吃一个 黑方从边线杀出 意思就是杀过来吃双 那红方也就看住 黑方呢 他不能对啊 红方希望你去对 对完之后他可以打一将 虽然说不是之后有个踩双 但是人家一将之后 直接退回啊 你踩不到双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白对我中足肯定不行 所以黑方决定先踩进来 就想把这炮踩掉 红方想踩还动不了 锯没根啊 所以呢 准备下不去吃马 这儿还是包炮换掉的 不让你这个打中足之后啊 这边就可以对了 红方选择换掉啊 这边有一个平局 投身温路 如果拐脚马就底线穿僵啊 所以这个棋得上正马才行 红方进鞠 意思是吃炮 黑方就打鞠 红方先退了一步啊 准备打边足 黑方就不让 那么这儿他再进啊 最终是进了一步 然后呢 这个棋啊 黑方就不炮拦住 这儿红方锁住他 找机会呢 有一个上马 或者是不是出脑摔 杀着底势啊 对方就先跳出来了 那红方这个棋啊 他也就上 红方这个棋选择上马 黑方就不失 这儿踢进去啊 踩炮 那么黑方先打去 以弓带手啊 推到下而线 保持通畅 不要说可以抓炮 对方直接担子炮 一招两用啊 不然你换炮 又守住了你平局啊 这个吃炮的棋 现在的话 这个棋红方就甩炮 想下底线啊 对方如果防守的话 就拆掉他 那么这儿黑方也是 不管他 就进了一步 准备呢 抢中兵 红方一看 那金炮打马 黑方正踩就上 红方呢 顺水推舟一将 目的是啊 棋合局趁马 这个棋 对方拆掉以后 这儿杀过来 抓象 飞象以后 投射温度 那红方这个棋啊 整体来看 多兵 但是呢 子力比较分散 所以呢 可以考虑 及时退鞠回来 把鞠换掉 这样的话 斗残就比较稳 平常的话 平鞠跟着炮 暂时呢 是没有用处的 那么黑方 这个马一上呀 将来就鞠可能过来吃炮 退鞠勒马 叫狮子 所以红方决定就上马 那这里的话 黑方就退回啊 抓着鞠 这个鞠呢 他选择的是平 这儿的话 如果踩相就显得太笨了 往天一他上马 这些厉害 你不能再跟 再跟挂脚 你不跟的话卧槽 所以红方决定就补个式 到这儿的话 黑方顺势一将 然后呢 平炮可以再来一将 这样的话 就收工 这个鞠不能离开啊 离开就是 鞠枪破后 所以只能知识 往天一顺势 把这个冰扫掉 到这儿 红方就 没法套脱 所以就想通过一个彩相 把炮换掉 这样的话 可以解为 以弓带手 那黑方的话 到底下呀 准备呢 破式 红方的话 就把这个相 给他吃掉 杀一将之后 就上 黑方选择退鞠吃马 红方也就退回 踩炮 黑方如果你吃 他可以连换马 没有用 所以他炮进一步 这样的话 避免纠缠 这儿的话 看着彩相 你还不能逃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逃的话 他有一个平均吃炮 就炮一丢就输 如果你躲开的话 他甩炮 然后炮 你也炮不了呀 虽然说你鞠可以拦 但是这个时候 他就往下一点呀 看着他回马一将 双江杀起 那么你出 左边出不去 只能出右边 这样的话 他炮再平过来 现在负有一个 回马双江杀 如果你上去的话 回马杀 下来的话 重炮杀 所以这个鞠 确实是救不掉 哪怕你去跟炮都没用 他现在是双江 所以这堵鞠 进是进不来了 那么没办法 他选择招法 是先退回 这样的话 准备平炮打马 一旦把这个马换掉 这儿还能纠缠 但是的话 这个鞠 黑方瞬间向彩 吃完之后 红方也只能进 但是他回来采区 继续跳江 还是不断利用 这个鞠已经要输了 吃江问题 那么临场 他走的一步上马 想去踩马 可以看到 这时候 红方已经瞬间 被黑方杀蒙了 这时候 王天忆 直接点锯过来 一将 到这下不去 就成绝杀了 这盘棋 王天忆获胜 这盘棋 讲解的是 逐鹿中原 这是红志 对战许云川 在世界象棋 大师赛 相遇的一盘 经典对局 开局是当头炮 对战的是 平风马 红方采取的是 七路马 横拘 他的目的 就是拘过来吃马 红方的巡河炮 他的目的是 祖三金 火马 红方冲兵 虽然厉害 黑方可以考虑直接活马 对方如果吃就打过来 对方如果上马的话 这边有个相位鞠很厉害 对方的话 这个棋 他有可能就是平炮 想出鞠 这儿黑方可以冲过去 那你上来之后 他可以上马抓你 红方很可能就上马 连环马打鞠 黑方怎么办呢 先补个式 打鞠的话 他可以闪开 红方会 针对黑方这个边线 杀出来 那么黑方就可以点进去 引对方过来 然后上马 背着马腿就吃马 对方很可能出鞠 偷袭这个炮 黑方一打 对方就失先了 如果这个棋再往下发展 肯定是把冰消掉 你上马 他炮一平丝没有用 简单换掉的话 吃掉 这儿浸泡 主要是把马打开 那么这儿你牵住也没有用 黑方已经把鞠空住了 点鞠是过来要牵制鞠马 来一个反击 那就踩进去 将一就进 过足准备裁炮拱马 对方如果打出来不让 那就踩兵 跳江 对方要捕食 进鞠吃炮 你看给你 就吃掉了 你也看不住 因为这儿有马 所以必须选择让开 你过来打 他也是吃掉你 这儿个马 所以只能退的情况下 一捉 看似好像你牵住 他要得子了 其实呢 他这个棋啊 有一招惊天起居 你不能试 跳马一将上来点死了 所以就出来 这儿一将 你进去就没棋 将来还是四子围你 对方如果上的话 那就吃掉 看似一甩炮 有一个叫杀 打着马 其实这边呀 黑方比他更快 将军上不来 就下 再将军 到这儿之后呢 抽居也可以 不抽居的话 上马 直接就连杀了 下不去 所以进度期可以看到呀 黑方先走 祝三金颖啊 就比较积极了 因为他两个马非常活跃 阵形将无懈可击 这就是贫风马 那么 徐云川选择捕士 缓了一步棋 对方就甩炮 这儿的话 进足之后 出狙抓炮 现在 拱着兵啊 对方如果冲掉一打 就狙动不了 所以他就先走一个马 意思是下不 要过河狙 黑方当然是把狙缝住 拱方这个时候冲兵 黑方就过去了 拱方过来是要拱马 那自然是要向掉 能不能选择 平炮呢 不行 拱方有个炮瓶三啊 对炮 无论你对不对吧 他对你就有牵制 这个兵硬下来拱马 受不了 就必须要吃 接下来 红方走兵无心 那么黑方这个棋啊 正常应该是足保住 到这儿其实红方还是先手 他只要长去就行了 那么将来这个棋啊 你如果平炮 他就抓你 没有用的 不要说是贪心 你贪心的话 他一平炮 打着像 你敢让他打掉的话 不得了呀 所以肯定要飞开 那么他平足呀 就可以瞬间把马锁住 解除你中路的攻势啊 一将之后 简单一个脱身 就抓着炮了 炮一走就给你吃掉啊 黑方就反先了 所以说这足球啊 那你是没有便宜的 对方就不会往下再冲了 那么这儿可见进棋足呀 就非常积极 红方只能把锯拿到河口 但是实战的话 他这个棋啊 没有进棋足 这么看实战吧 黑方走的是进炮 贪心想去呢 通过牵制对方的马 控制局势 结果红方选择棋子攻杀 黑方试图把对方啊 引回去啊 再将把锯给掉 再给他吃掉 不掉的话人家没有上当 那红方来了一招啊 平平太狠了 现在这个棋啊 黑方是不敢逃炮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逃炮的话 他也要上马 那么这个棋啊 肯定要跳马过来 红方这个棋啊 应该是要把这个马吃掉 不能选择上马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啊 顺便提一句 刚才这个炮打向 你不逃的话 那一路变化 刚好就可以守着这个点位 那红方就没棋 黑方就优势非常大了 所以现在这个棋 他不让打向这个意思 到这儿我们看啊 他切进来之后 看着好像不错 吃了去叫啥 但是黑方有一招呀 这个空头炮 反手一将 这么一个变化 双方混在之后 这边又固棋了 最终的话 可能会形成一个棋局 解围 那这儿的话 可以啊 吃个马 因为你抽屈受不到呀 吃完之后啊 双方差不多了 所以这度棋啊 应该来说 他不会直接往里跳 为什么呢 红方到这儿 有一路可以占优的变化 他就没有必要走上军事 那么现在你拘长起来之后呀 他就随时可以平平一将 你上相就踩相 你出来他也是平炮 到底是一样 最终的话 就是通过窝朝马之后呀 这个平炮将军 在将军吃马 所以黑方这个棋啊 就很痛苦 那临场的话 他是不能够选择逃这个炮的 这边的话 他走的是炮二推一 一再呢 棋一个子啊 解围 但是呢 这个棋 红方他就是不吃啊 继续抢先手 黑方想拉也不敢拉呀 这个子走完之后 抽着军 所以中路需要补一下相 然后呢 这个棋啊 红方给黑方吃掉了 想拉就拉不住了 吃着炮 那要逃呀 将军的话 人家反将不行 挡住啊 这儿的话 对局 火方还不对啊 继续呢 威胁中路 黑方也就退回了 接下来这棋 打出来不得了呀 控制这个棋 不让你吃冰 那你掌局之后 准备过来去吃冰啊 他这边有一个退回 打足 先威胁你 这儿你要是强行过来吃的话 这一打开之后 吃着炮 受不了 将来一飞向之后 抓着炮 如果你不想狮子的话 打一将呀 要杀进来了 吃着马 你一退 加重炮 抽着拘你一出 直接炮打湿了 双举就错了 所以到这儿 这个棋有杀招 你是顾不上的 只能品去去饱了 但是你刚一饱 炮品三 一招起就得子了 你现在一走啊 打掉之后 吃你炮 你甩开 他飞向 先忍一招 最终你还得吃 不然这甩炮太厉害了 吃完之后呀 红方多子 已经要围城 形成一个盛事了 到这儿的话 徐云川就认了 这盘棋 红之获胜 这盘棋 将近是 气双举沙 2014年的天井碑 这是民间高手 莫为明 对战的是 香气大师 谢奎的盘棋 非常经典 开局是 当头炮 对战屏风马 红方呢 采取过河区的攻法 黑方呢 采取了飞向 这儿走了一个 足灵炮 也俗称 炭花炮 他的目的就是 足三斤啊 把这个局赶走 红方的话 正常出自也可以 压进去的话 就比较凶猛了 吃马 对方 窩心马 准备进三足打局 红方一看这驾驶啊 不但不逃 而且还把马填进去 对方的话 这个驾驶还不能直接吃 因为冰过去了 向掉之后一平炮 那么对方就等着挨打了 因为红方出去吃炮 是绝对先锁呀 所以黑方决定先发指 就冲过来了 红方平炮 不怕你冲 他主要是出去抓炮 所以这个炮呀 现在尴尬 这儿黑方呢 困居的任务已经完成 他进炮 是换一个方向 准备打兵 打局打向 这个骑红方肯定是不让的 黑方这个小猪呀 就冲下来 抢先吃炮 他是要抢先手 红方出局呢 对抢先手 这儿黑方呢 就看住 同样是要抓炮 红方呢 就先忍一步 黑方这个骑 走的是炮八级四 非常积极 红方呢 冲中兵 他希望你 冲三兵打局打串啊 但是红方不上当 他准备再挺中兵啊 你不吃就冲下去啊 直到荒城 你吃的话 就回马挂脚杀你 所以这个骑凶狠啊 那么黑方这个骑 平炮啊 打向 试图从底线 展开反击啊 你要是捕士的话 分别出局 你要上去的话 那进炮一枪 这炮一走就点死了 一砍掉 他狙杀过来 也是一个杀骑 所以黑方抢弓在前呀 红方必须得飞向 黑方他这个骑 就平炮过来 准备打局 把对方一赶走就不怕了 但是红方呢 这个骑走的是 相当强硬啊 骑都不要了 那黑方自然得吃呀 拱掉之后 再拱着马 这马肯定不能逃 不然中兵再冲下去啊 那不得了的 直接直到荒城 黑方当务之急 是要把马赶走啊 不要的时候 骑局砍都行 只要能解围就行 那红方现在上马 准备去抓这个局啊 因为他有根啊 而且要配合这个兵 直接冲下去啊 你现在冲我就回马枪 杀骑 你不冲我就冰武精英 再冰武精英啊 现在在背中炮 太狠了 这黑方当务之急啊 他应该是要走朱三级 一个是将军抽居 一个是拱着炮吃嘛 要解除中路的危机 那么红方他能走 就是放中炮 还是要贯彻 兵武精英还冲 看你敢不敢攻我 我马戏退伍在马五星六啊 太狠了 黑方这时候一个巧手 就是炮二平三 那么他要趁你的居 红方到这儿 他就是要踩相 因为你去躲进去马没了 还不如换个相 这个时候你躲进去啊 日然不利 黑方有一招平足啊 把你炮一砍掉 你这边的攻势就瓦解了 所以正常你得逃呀 他在抓你啊 你还得逃 然后呢 这个骑啊 这边可以选择一个骑合抓马 红方也顾不上这个马 肯定是冲下去啊 再冲一步就杀骑了 那么这个时候呀 黑方呢就吃掉了 眼看你下一步杀骑的时候啊 他现在这边就抢先杀你 你上去呢 进去杀 那你就吃 杀一将之后 你要颠炮 一面杀 那你就上 然后呢 再点下二线一将 等你上去之后呢 还落叶杀了 所以说这个骑啊 躲进去 就意味着要输起 所以红方只能呢 义无反顾往前冲 黑方的话就我去吃掉 红方还想再冲来不及啊 这个炮打着闷弓啊 只能飞翔 然后呢 这个足就拼过来 继续抓炮 红方呢 不能再逃 因为黑方进足之后 又鞠配合 瞬间成杀 直到这儿 就只能往下冲了 那么黑方也不敢再冲啊 再冲的话 他兵武精一直接杀骑 你只能说这把炮吃掉 然后呢 他这边也就说要踩啊 如果不踩的话 你拱一将 你帮对方走起啊 将来这个鞠带踩啊 这出了这还反杀你啊 想吃炮来不及 上马准备将军啊 那也没用了 再鞠一点之后呀 强行过来杀 所以在这儿是不行的 那么到这儿 正常你肯定要踩灰 抓着炮啊 这个黑方要退两步啊 避免机外生枝 因为红方这鞠席 虽然没有鞠 但是中路攻势很强啊 要保留一个炮 就是为了走出炮三平五这条旗 这样就可以呢 反杀对方 你要是回马就换 你要走炮的话 鞠点下来先抓你 再逃的话 双鞠一线啊 这就误解了 所以这套旗我们可以看出呀 那么这儿 黑方逐三精一是本局的关键 主要的意思就是啊 不炮赶走赤马 或者是中间将抽鞠进行一个反客为主啊 走鞠八进五 骑合 这个骑还是有点着急 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没有对红方产生什么威胁啊 那红方呢顺势就开始抓鞠了 那你要现在骑鞠砍马 打掉你啊 将来富有窝草马 富有车车马 中路还吃到黄龙 所以这个骑确实很难下 对方呢就飞向啊 就被 憋着马腿 挡住炮啊 强行把这个马吃掉 试图结尾 不过红方这个小兵过去啊 也是相当厉害了 黑方还不能吃这个马 否则 平民将不举丑了 而且你还不敢踩 踩的话 虫炮杀了 手段太多啊 只能先撤在说 那么红方这时候抛弃平 在黑方看来 把这个马也是有看住的 这样的话 再补个像马跳出来就没事 但是红方这时候呀 抓住困档 就是要凭兵杀 黑方呢 还不敢走这个平鞠吃 因为拱着鞠 你一吃它卡向眼 你有多少字可以填呢 来一个吃一个 来一个吃一个 最后啊 直到吃到 对方不能动为止 所以这个骑太狠了呀 到这儿 你看着马也不敢吃 人家吃你的马 你又没法逃 这个马像跳也跳不起来 有个炮 所以非常尴尬 电锯也没用 打掉还是不解析啊 然后对方就决定推炮 苦手 不料红方呀 再次棋局 这个戏呀 太厉害了 那么对方也只好吃 红方仍然是贯彻 吃掉 黑方这时候呀 进居就想把这个炮 砍掉 因为吃完这个炮之后呀 将来就有机会结尾 那个马一跳出就行了 但是的话 红方不给它机会啊 它扑炒叫耳杀 你砍炮也来不及 只能平局解救 但是红方并无敬意 形成一个多杀 比方说 卧槽你可以点军 那挂脚呢 对吧 那你平局看挂脚 那兵无敬意呢 所以有三个杀棋手段 你防不胜防的 到这儿的话 谢奎也只好就认了 这盘棋的话 莫也名或是 太经典了 这盘棋 讲解是2016年的相界联赛 这是第三轮 今天反杀 红方是赵欣星 黑方是李炳贤 这盘棋啊 确实经典 开局是中炮 群核炮 对战的是平风马身形 到这儿 盘看他要冲兵火马 黑方意思是我 上马把狙封住 你要对就给你对 对完之后 我飞个象出去抓你 所以的话 你还要解决三路线问题 这儿一拆炮再补象 那中路攻势就没了 所以的话 他继续上马 贯彻这个攻势 不着急打开局面 不让你利用 那盘看这个桥 切进来空头炮 黑方的话就飞象 你要换 换之后 他补视出局比较快 所以红方出局 就容易实现 他先把狙拿出来再说 这儿的话 黑方如果不是出局 你还是出不来 因为他始终可以打你 怎么办呢 这个马进取叫炮拿掉 然后再捕食出局 那红方肯定不肯 甩开 黑方的话就平炮 盯着他 对方的话先飞象再说 黑方还是捕食 红方就把狙拿出来 准备点过来吃炮 黑方就守住不让 如果点到下二线 那平炮一扣 腿炮一打死局 你要逃的话 你也出不去了 所以他没有必要点进来 逆住身线 他走的是巡河局 比较稳健 防着黑方 这个七路线的反击手段 这儿的话 黑方进边足 红方的话 先吃一个来说 到这儿 继续紧三 盯着他 对方呢 进行了一个捕食 黑方就直接把象给踩了 到这儿呢 是想偷一个象吃 确实也吃到了 那出局以后呢 这个棋需要注意 就是要飞边向 比较稳 黑方 可能认为自己有霸王局吧 就故意引对方过来 这个棋就有点拖大了 这兵过来之后 他认为双区一线 你下来我吃掉你 反正我破你个象 到这儿 红方有一个 居四平七 一往下冲 那眼看守不住了 他只好就点进去 那这里的话冲兵 拱着马 拱着炮 那又在退 继续拱 那就上 这里有个炮 盯着向神门弓 所以他居方的险地 你不能向 到这儿也只好闪开 广方这个兵就只管下 非常厉害 那么到这儿 他有个什么琴呢 你这个居不能贸然离开啊 如果你吃这个中兵的话 那他马上就居占内道啊 兵平进来 点居下来 三居闹事了 你一旦过来挡住 这个居不给他下 原来这个炮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居啊 他不能乱走 只能先跟着炮 求问 那么红方就先 平开一步再说 到这儿 黑方守住 不给他兵过来 红方吃掉之后啊 有两个手段 一个是放中炮 将来这个局闪开啊 有个吃局打门攻 那你还不能吃中兵啊 他打一将抽局 另外一个就是平兵 硬下底炮 这两个杀招走到一个 黑方就危险了 黑方临场去挡 避免他放中炮 那红方当然可以平兵啊 实战他没走 进炮的意思是硬放中炮 那这里就退回 同样的道理 还是可以选择这招棋啊 一旦一平过来之后 就看你怎么走吧 你要吃兵 底线啊 闷杀 所以黑方当务之急 肯定要跳马出去 红方有一个气炮的手段啊 那临场可能担心啊 这儿临百丢一个子 其实呢 这个棋啊 他不敢吃 为什么呢 抛打相 这个棋厉害 然后呢 这个底线一将 刚好是一个巧杀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既然不能打 如果把兵吃掉 会怎么样呢 你打相不就没棋了吗 但是这个时候啊 他有一招惊天气局 太狠了 你要像掉底线一将啊 落相直接就闷弓杀了 所以这个棋不敢 他临场没这么走 可能是担心 黑方有这么一招气啊 那么你拘一走 他把你炮吃了 但是红方可以继续弃军 临场却很难想到啊 因为你现在 下掉之后 他放中炮 这是一个天梯炮杀 你逃的话也不行啊 拘一将沉压军了 所以这个杀招 可不可以非常犀利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红方一旦一品兵卡进来 黑方将凶多吉少 好不了呀 但是临场都没看到这个气啊 他一心就想放中炮 到这儿的话 黑方就拦住不让 红方到这儿 继续可以平啊 找个机会把具对掉就行 那么红方优势无疑 具武金也可以啊 到这儿之后呢 就给黑方这个马 逃出去的机会 但是黑方想逃也逃不了 平平又给他抓死 然后呢 黑方形成了一个反击之势啊 到这儿需要注意 那么关键时候啊 吃着象 吃着炮 怎么样去应对呢 他意思是先吃对方的炮 其实这个棋还是有点着急了 应该选择对局 才是当务之急 因为你不能动呀 你一动双举错了 你想象举不敢像 底下门弓呀 所以对方非换不可 那换掉以后呀 火方多了一个炮 还多了过河冰 那肯定赢了嘛 对方如果说硬啊 吃这个子 这个子都可以不要了 为什么这么豪横呢 因为这个棋啊 他底下一将 你不能像啊 打门弓 你若是的话杀你一将 上来之后退你一将 这炮直接扔底线了 啊 给你吃 你吃完之后 他一平炮 下一招平兵怎么挡 没法挡呀 你想不是逃跑 你还不敢捕啊 因为你刚一不是将死 你顾不上我出炮 所以这个棋 看着平兵绝杀我姐 啊 这就是棋炮的道理了 所以只要一对局啊 这个棋 哄方稳操胜券 赵欣欣这会儿啊 也是大脑短路 他选择的平居是吃炮 意思是你还没吃我炮之前 我先吃你炮 抢先手 结果就给了黑方一个 放中炮的机会 这招棋可以否是 推波助来啊 帮对方走棋 想再跟跟不住了 打将抽着局啊 那么现在你想对局啊 已经来不及了 他是临场穿了一将啊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就把象给打了 黑方如果说 不管他不合适啊 这个棋 红方很痛苦 临场的话 象吊也算给了一个机会 就穿江啊 然后退回 这边只要放中炮 打局就行 现在你要是 打掉这个项 我就跟回去 吃完之后再对局啊 就平稳了 那么这个棋的话 他没看到这个棋啊 他是走了一步直接对 这样的话 这个棋人家就打一将 如果你知道左边 那不行啊 现在甩炮 他就吃到右边 到这儿 他仍然是甩一将 挡住你的局 如果落势 同样道理 甩过来门攻 他只能能补视 一补视之后呢 局四平八 你再出老将 双局错 就输定了 这儿的话 赵欣欣也是顽强 弃局呢 看对方怎么走 黑方如果强硬一点 就是上老将 因为这个棋 他叫尸禅 只能出老帅结尾 他把这个兵一吃 双局错 你就解不了他 这样就形成绝杀了 但是他担心这边出问题啊 也是走得比较稳健啊 就没敢这么下 他是吃掉 给了红方一个机会 纠缠 但是黑方这个棋 双局足 对方只有 局炮双式情况下啊 也是呢 很难纠缠 虽然他有过河兵 暂时用不上啊 黑方到这儿就冲 红方的话就出啊 这里的话 先飞一个向 对方甩局啊 想底线 进行一个反击 那么这儿 人家补视啊 将军 他落个向 然后这个棋 他退一步啊 这儿人家甩局啊 吃 红方呢 想架中炮 杀中士啊 然后呢 把这个兵 靠过去 想偷杀 但是呢 这个棋啊 飞向就不让 你将 他就落 退回啊 这儿就调局过来 然后呢 对方呀 平兵 这个小兵呢 差两步啊 就过来可以砍尸了 黑方直接出老将 红方过来就要破市 黑方走的是 就进二 这条棋 下出了经典 在这个古谱餐集中呀 有一招叫做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就说你只要敢吃我的事啊 我马上反棋居杀你 这个棋居了 对方吃的话就连杀 活活就闷死了 所以很经典的棋啊 你看着吃中士 根本就不敢吃 赵欣欣也是无奈啊 赶快就把炮甩开了 到这儿的话 你就不能吃了 否则吃完之后 杀人家都可以进去了 底线的浆 人家可以打掉你啊 没有用的 所以呢 红方啊 想骗黑方的居齿 黑方的话 小足就下 不管你 红方的话 到这儿选择了一个平居过来 赶快跟住 避免他小足破双式就输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你居刚一走 人家就把你吃掉了 到这儿这个棋啊 可以说四面楚歌呀 防不胜防 黑方已经草木皆兵了 红方一看守不住室啊 只好就认了 这盘棋啊 李炳贤获胜 他就在那儿词里面 我会变成了一个平方的居排 我会变成了一个平方的居排